两岸经贸交流越来越密切 广东团的这个省长黄华华 他就带来了66亿美金 相当于2000多亿台币 要加码台湾投资 这也创下了历来采购金额最高的记录 中国大陆即将超越这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大陆的经济终于熬出头 一飞冲天 尤其是广东省独占熬头 是内地GDP最高的省份 台商的技术和资金绝对是关键 现在有两万四千家的台商 立足在广东 广东变成第一大的经济体 我想台商的贡献可以说相当之多 不仅带来了资金 带来了技术 带来了市场 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的就业问题 孩子企业在广东就吸引了六百万元的就业 广东受惠于台商的贡献 省长黄华华也回馈得快 采购团一口气要学拼66亿美金 相当2104亿台币 要大举购买台湾的电子产品 和各种百货食品 两地各大企业签约成定局 这66亿美金台湾赚定了 台湾有很多优势产品了 我估计接下来将来会有很多的广东企业 广东的老百姓 用上台湾的这些节能环保产品 广东团这次访台还召开各大小商会 让两地企业主直接面对面 互相谈生意 甚至还有企业赴台投资说明 两边都想紧紧抓住经济发展的机会